俄国多尔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加上上个星期日本熊本县所发生的强震 地质学家研判有关地震带已经进入火月期 天灾可能会频传 目前日本强震重灾区九州熊本县基本设施受损 如何安置和照顾几十万受影响的县民成为一大难题 水源短缺 厕所无法冲水引发卫生问题 道路坍塌 食物无法及时送到 商家也因为货源短缺下达限买令 断水断电还随时断粮 灾力生活陷入困境 熊本地震 山摇地动 无奈货不担心 雨天潮湿 家具山泥倾泻等灾害威胁 许多路段因为地壳推起而严重变形 切断对外交通 搜救团队昨天把握时间 进入郊外灾区搜寻生还者 截住目前还有至少11人失踪 救人要紧 但灾离的福利也不能忽视 截至昨天 熊本县依然有8万户住家断电 40万户人家断水 换言之 灾离吃喝温饱已经成为一大问题 由于建筑结构不稳定 昔日繁华的赚钱街商店闭门休业 市民涌到紧存的店铺购买民生用品 迫使商家限制 每人只能购买两瓶饮用水 两份快熟面 确保物资平均分配 而居民最担心的还是基本的水源问题 除了卫生和饮水问题 另一个难题就是食物 部分为灾民提供食物配给的官员坦言 库存可能今天就会见底 而大型连锁店也表明 已经从东京和大阪调货 但高速公路依然关闭 货物根本无法到手 地震来袭 房子结构不安全 即使没有坍塌 民众也不敢贸然回到屋内 但疏散中心实在是太拥挤 因此部分居民只能选择在汽车里过夜 尽管政府已经开放公园成为停车场 但保安和天气因素 流速汽车不是长远之际 政府及时派员检查房屋结构 开通道路 输送物资成为当务之籍 中心的会議 越前几岩 中心的会死亡 中心的会議 中心的会議